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您看到这些画面是种什么样的心情 据了解目前因为交通事故导致死亡 已经成为了人类死亡原因的前十名 而且在交通事故死亡当中 酒后驾车又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记者调查 警方在事故现场发现 一辆小面包车撞上了一辆大货车的尾部 面包车司机当场死亡 同车的五个人全都严重受伤 撞在那大货车的后部的右侧 它的左侧的撞击力比较大 警方在事故现场勘查时还发现 面包车司机所在的驾驶室一侧 撞击到大货车的后部 一般情况司机在发生事故时 都会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 而这个司机却由于酒精的作用 使自己的驾驶室直接撞上了大货车 原来这次面包车撞击大货车事故的 主要原因在于小面包车的司机 醉酒驾车 事故发生时因为没有看清楚 前面有一辆大货车来不及反应 而追尾撞上了 除了小面包车司机当场死亡外 随车的其他五人目前都在医院进行治疗 他也说他喝酒了 我说你喝酒了再找遍的司机 找了两个司机都没在家 他都出车了 但我是六个人 不知道他喝酒了都不坐他车了 当听说司机已经不在人事的时候 同车的这些伤者都纷纷发表了感慨 事故中死亡的司机是一名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听到噩耗 他的家人急忙从外地赶到了北京 我大哥也是车祸 我爸也是车祸 我这二哥也是车祸 现在就车祸机 司机的弟弟说 他们家算上这次意外 已经有三个人死于车祸了 而这名醉酒的司机 除了留给我们惋惜之外 还给他的家人留下了什么呢 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 车辆驾驶人员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20毫克 小于每100毫升80毫克 这样的驾驶行为都属于饮酒驾车 原来一杯啤酒下肚 就可以达到酒后驾车的最低标准 每100毫升血液中 酒精含量20毫克了 而按照规定 车辆驾驶人员 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如果大于或者等于 每100毫升80毫克 那么就属于严重的醉酒驾驶了 而在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个案中 醉酒司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居然达到了每100毫升216.5毫克 每100毫升血液里 他有216毫克酒精 那就说明他最少喝了 大概一斤白酒左右 或者是七瓶左右啤酒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 北京市交管局事故处处长梅宾松 我们老说酒后别开车 酒后别开车 但是还有人酒后开车 我现在想让您帮我解释一下 酒后开车的那个人 既然知道这个道理 他还去开车 他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样的 他有一个心理 就是侥幸心理 这个侥幸心理 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比如说我自认为自己能够不发生事 这是一个盲目的自信 第二个侥幸就是侥幸 不被警察抓住 酒对于驾驶到底影响能够多大 第一个影响就是对心理的影响 随着酒量的增加 就会盲目自信 盲目自信就是忘乎所以 第二个影响就是视力 他看外界的信息 也就是外界的各种景物 不轻 越来越不轻 模糊 视野也变小 一个是心理的 一个是视力的 是不是对行为应该有影响 行为控制能力 对 一个是对外界的反应能力下降 第二个就是 即使有反应了 想去操控的时候 他对四肢又不听招呼了 就是驾驭四肢的能力 对 支配四肢的能力又下降了 刚才梅处长是从科学道理的角度来分析 其实除了科学道理 生活当中老有人劝别喝了 喝完之后别开车了 但是还是有人 特别大无味的在酒后开车 并且酿成了一体又一体的事故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2009年3月31日 北京郊区 一场意外的车祸发生的 我们接着这个报案说 在这个昌石路十排方村 附近有一辆奥迪车装复了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车辆已经被撞得严重变形 司机和坐在副驾驶上的人 已经停止了呼吸 车内后排坐的一位女士 发出了阵阵的呼救声 这位女士的双腿被卡在了车内 表情十分痛苦 紧急赶到的消防人员 立即对车辆进行了破拆 营救被困的伤者 经过消防队员的努力 十几分钟后 这名女士被成功的救出 和她一同去医院治疗的 还有另一位坐在后排 伤势严重的男士 虽然经过医院的权力抢救 但是坐在后排坐的那位先生 还是因为伤情过重 抢救无效死亡 而这名幸免于难的女士 应颓骨骨折 目前还在医院住院 毕竟就是说 都是很鲜活的生命 每当回忆起出事时的情况 这位女士还是心有余悸 那么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好好地一辆车 怎么开着开着 就撞上了大树呢 经过警方检验 出事时 四季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浓度 高达每百毫升 223.4毫克 高出酒后驾车最低标准 每百毫升 20毫克达十多倍 这又是一起因酒后驾车 酿成的悲剧 在这次事故中 去世的三名男士 全部都是三十多岁的青年人 人生事业都刚刚起步 有的有家庭 有孩子 其中开车的司机 还是一家公司的老总 他们的离去 不仅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 也是对家人朋友的巨大伤害 可惜的是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 改正酒后开车的错误 酒后驾车的危害 我们仍然要再次的强调 再次的提起各位的重视 那么一般情况下 如果出现了酒后驾车 导致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是怎么认定 一般的标准是 我们是以原因确定责任 就是说一个驾驶员 他在发生事故中 他的过错行为 导致的后果 我们根据他这个行为与后果的关系 因果关系来确定他的责任 有没有这种情况 就是酒后驾车 然后发生了相撞事故 但是最后发现对方有责任 甚至于对方是权责 比方说对方逆行 然后但是对方是酒后 在这种情况下 责任怎么认定呢 即使你没有其他过错 酒本身要确定你的事故责任 专家提示 发生交通事故 经认定如果是对方原因所致 而己方是酒后或醉酒驾车 那么己方也应该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 如果说驾驶人醉酒 然后导致了严重的事故 同车人死亡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接下来的什么民事赔偿部分 是不是全部是由驾驶人来承担 应该是这样 如果还有那种情况 就是有证据表明 这个人之所以喝了酒还开车 是同车的那个人劝了酒 这会责任又该怎么划分的 从盗责责任 或者其他的法律迷失责任 我觉得这是可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般假设没有发生事故 我们就检查 检查发现了酒后或者是醉酒驾车 他所面对的处罚是什么 如果是酒后驾车 讲后驾车一个月到三个月 同时处罚 200元到500元 如果是醉酒驾车 有15日以下居留 第二个就是定处 斩扣驾驶证三个月到六个月 同时罚款500元到2000元 而如果在酒后的情况下 还发生了交通肇事的事故 那么驾驶人还有可能面对相应的刑事处罚 但是面对了刑事处罚 再说后悔 这就已经是悔之完矣的事情了 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 一些因为酒后或者是醉酒 而面对刑事处罚的人 他们的说法 压太高了 可以说因为一生就堵累了 一把一杯酒 喝点酒 后来也经不住这朋友劝 但是固执不了 夜里三点多钟就送朋友回家 怎么算了 不知道 没有印象 等我看见了那个前面这辆大火车了 我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只是悔患当初不应该因为这多喝这几杯酒 导致这个一个无故事 我车里边坐了五个人 死了三个 我们国家对饮酒及醉酒驾车的处罚规定十分明确 却依然有人逾越禁区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对这个酒啊 有特殊感情 特别是在饭桌上 劝酒 在现代社会 喝酒应酬似乎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在酒桌上 人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事 就是常常会出现有人劝酒 劝酒喝的人 还有明知道驾驶员酒后驾车 还乘坐的人 那么在我们国家现有法规里面 基本上没有被列为违法行为 但是在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是列为共同违法 要一起惩罚的 是否可以把劝酒者 或者明知对方开车还要劝酒的人 以及卖酒给开车的人 一同作为触犯法律的嫌疑人 共同处罚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而除了这些法律的约束之外 怎么样才能让驾驶人 真正从内心拒绝酒后驾车 懂得尊重自己 以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呢 打击也好 打击也好 查词也好 这都是指标 真正的指本就是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 让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现在很多人是觉得对酒后驾车的处罚不够严 能不能更严厉一些 甚至于比如说把这种行为定性为 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赞同这个观点 我们目前我们国家对酒后驾车的处罚是偏轻的 从国外法律看 国外对相应的违法行为处罚 比我们要重一些 重到什么程度 你比如说日本 日本酒后驾车 它可以对驾驶人处以最高三年的拘役 而且日本的刑罚还对乘车人 即使你没喝酒 也给予处罚 这些年北京是怎么加大对酒后和醉酒驾车的监管 在北京我们从06年开始提出的一个口号 对酒后驾车这种行为 零容忍 所以我们对酒后这种行为 尤其我们考虑到当事人这种侥幸心理 我们做有针对性的执法 北京市交管部门也在开展专门的行动 希望能够最大限度的来降低类似事故的发生 2009年4月28日晚20点 北京市展开了全市夜查集中行动 在北京市复兴门桥北 北京市西城区交通大队的工作人员 在严查酒后驾车 宣传角度来说呢 我们加大了宣传的力度 又是呢制作了一些针对酒后驾车的一些宣传品 例如这个劝阻司机同志们不要酒后饮酒的这个瓶起子 这个瓶起子呢 一旦呢咱们打开瓶盖的时候 它就会歧视 酒后不要驾车 要注意交通安全 今年5月6日 北京市公安局 公安交通管理局 还组织部分工作人员来到了拘留所 对因醉酒驾车被拘留的人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在严惩的同时呢 我们也没有忽视交通安全教育 也没有忽视呢 对驾车员的这种特别是醉酒驾车被拘留人员的这种转化 现在开车的人越来越多 咱们给开车的 以及坐车的朋友们 提一个最简单的建议 您会怎么提 要我提的话 我觉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为了您 为了他 为了我们自己 不要酒后开车 没错 驾车这样的错误是不能犯的 因为如果犯了这样的错误 很有可能都不会再有改正的机会 酒后驾车意味着 我们把自己的和家庭的生命幸福当堵住 而往往最终 酒后驾车者 或是这场赌博当中的新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梅处长 在前程讨论 明天同时在 进入做版本 十二一三十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